走进交通队只见警员专心盯着电脑荧幕 确认照片上的车辆与登录资料是否相符 这里是交通队交通裁罚入案室 这个不到时评的空间里 每天处理台东县上百件民众超速驾驶的违规案件 先调从网路进来把车子调出来 然后去判定他的车型 然后他的车的车号 从8月份开始 全台东所有的车速照相全部更换为数位化 只要被任何一支车速照相拍到超速违规 第一时间照片透过网路就会回传到这里 数位化之后的话 我们就不用再派人工再去现场 到那个闯红灯照相杆去换底片 那他的违规行为闯红灯 就会透过我们的数据 透过这个中华电信的传输 直接把你这个违规的事实 传送到我们的这个系统里头 经过警员交叉比对车型颜色与厂牌型号 确认车辆超速违规属实 超速罚单在短时间 就会经由这台印表机列印折页完成 随即就可以在汇整后寄发给违规车主 这个系统里头 这个一样跟违规超速一样 马上我们这边就是下载查清 把你的这个车级资料查清楚之后 我们马上就是自答 我们这边每天都是有专人在这边负责 所以你那边一违规 我们这边马上就收到这个讯息的话 马上就会下载 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这个 耗制的这些规定 不要违规闯红灯 使用数位化车速照相机 改善传统器材无法做到的优点 未来不用再花费冲洗违规相片的费用 连接宽屏网路 在交通对上的电脑监控 违规民众若是接货到红单 也可以上网确认是否自己的爱车 违规被照相 省下耗费人力 频繁更换的好处 动态新闻张家伟 台东市报道